我們今天要去匈牙利的另外一個小鎮 來去那邊拜訪朋友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匈牙利搭長途客運去到比較遠的城市 就是以往都是有人來接送來載 但是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自己前往 所以我們也是在摸索就是要訂客運的票 那等一下也可以讓大家看 那我們要去的小鎮叫做Chiroc 今天就帶大家來這個小小的微旅行 兩天一夜的微旅行 其實行程都是由這個朋友安排 所以到底會去多久 這個影片會多長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是去就對了 所以這個主要搭長途客運的這個地點 就在有一個捷運站 叫做Pushkash Ferens Stadion 應該吧?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這個捷運站 Pushkash這個體育館的這個捷運站 那這個體育館很特別 因為這個體育館應該是新蓋好的 然後他們在今年有舉辦歐國盃 所以這個是匈牙地國家隊的主場館 這邊最新的最大的一個體育館 我們剛抵達朋友的 這個可愛的小家 溫暖的cozy小家 然後我們其實語言是不通的 所以我們在用我們很破的匈牙逆文 跟他們溝通 然後另外就是剛剛在 那個客運出的一個小狀況 就是我們在機器 購票機器上找不到 我們要去的那個地點 然後我們去購票的櫃台 他也就是也沒有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去的站可能比較小 或是可能比較近的吧 然後可以直接跟實際購買票 對,這是這邊比較特別的 那早安 昨天比較不方便拍什麼東西 因為昨天我們去了一個 這邊當地很有名的就是 在台灣就是像溫泉啦 在這邊就是像他們的 這種澡堂嗎? 浴堂之類的地方 然後那邊就是 好像地裡有一些礦物質什麼的 所以是一個 算是天然半人工的一個 澡堂溫泉 痾...三溫暖的地方 這樣 那我們今天 就是要去 根據我們聽到我們朋友 跟我們的講解 然後根據Google翻譯 今天好像是要去 這裡附近的兩個城堡 所以今天會帶大家去看 匈牙利這邊鄉村的風景 我們來到這個Sher Rock城堡的這個路 好像要爬一段路 才可以到 然後今天霧很多 所以我們的朋友說 就今天沒有那麼美 然後可能就是要上去 才可以看得到 到底有什麼 也就是要走一小段 爬一小段路 看起來走上去就是了 不知道走多遠 我們今天到了這個城堡 但是看起來跟其他歐洲的城堡不太一樣 看起來比較廢墟 比較古老一點 比較古老一點 然後 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好像我... 那今天天氣比較不好 都是霧霧的 不然 平常這邊是可以看到 美麗的風景 我們要走進去 今天要走進去 兩個國際的城堡 我們一邊走進去 我們來走進去 我們要走進去 還要走進去 走進去 我們要走進去 碰到Ager 我們現在來到Ager的市區 今天霧非常的濃 從來沒有看過霧在一個城市裡面 那麼濃的 大家可以看到幾乎是前面 過一兩個街道 街口就看不到 所以今天的景觀就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現在是他們的這個Ager的老街在逛 如果看可不可以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今天我們在Ager的行程 還有Shieldrook現在就高一個段落 有一點可惜 因為就是白天很霧馬 然後就希望晚上那個燈亮起來會比較漂亮 但是我們等到四點 四點通常太陽已經下山了 但是還是沒有亮起來 那我們要趕著回到布拉佩斯 所以就沒有辦法看到 有點小可惜 但是這就給我們旅遊 下次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來 那今天介紹這個歐洲的小村莊 的這個行程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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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